给了我女朋友送一辆奔驰是什么体验的 今天飞姑给阿伯送一辆奔驰车 飞姑前天去墨临口岸了 今天回来了 然后回来了开了一辆车回来 这是飞姑以前在老家自己开的一个奔驰 你这么远把这个车开过来很累 你是打算开来在湾巷用吗 不是的 我自己有车 自己有摩托车 然后我这个代步工具很多 这个车主要我要说送给阿伯 现在老婆的天气很热 我见他每天出去玩也好 是帮我买东西也好 就是帮我工作 很热很累 我要给他个惊喜 你看这个车刚开过来一路封城 到处是灰刚到 现在阿伯在哪里 还不知道呢 我给他打电话 给他打电话 给他个惊喜 看看阿伯会不会高兴的 这老窝能够开个奔驰的话 已经是土豪啊 对吧 打一下 阿伯过了家里 我回家了 阿伯终于到了 飞姑等着心急火了的 飞姑回来了 看看 两天没见面了 飞姑 两天没见阿伯了 想不想阿伯啊 阿伯 阿伯 开几开招 两天没见到这小情侣 很想念啊 阿伯 这个车送给你了 喜欢啊 太快了 对 太快了 阿伯很惊喜啊 不可能看感觉 对了 我开奔驰都是土豪的象征了 嗨 到地车不 高兴吗 地车啊 啊 高兴啊 飞姑是好男人了 啊 把这些证件都给他了 啊 谢谢啊 以后 阿伯开车 呃 搭飞姑啊 飞姑以后出去办事 阿伯当司机啊 嗯 他也忙碌了 啊 他想去看看车 他因为他可能没有开过这么贵的车吧 我也不知道 来看看好 看看 欣赏一下 坐进去一下 阿伯坐进去 试一下 邀请驾驶位感受一下 阿伯 哎呀 这个春风得意啊 哦 阿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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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要漂亮 要漂亮 看得多啊 阿伯呀 这个车在老窝要卖多少钱了 像这种奔驰的话 7万多了 哇 在老窝要卖7万美金 快50万了 在老窝真的 呃 要土豪才开得起的 真的 诶 飞姑这个车不知道就是几年了 保持的还是很新的 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在老窝已经是 还是挺好的了 阿伯很高兴啊 阿伯来 阿伯试一下呀 来 阿伯试一下 去吧 哎 来 阿伯试一下 阿伯试一下 阿伯老司机啊 看会不会开啊 OK OK啊 嗯 以后阿伯 出去接闺蜜都有面子了 看会不会很新的 开访一下阿伯啊 今天车拿到了 心情高兴了 阿伯 飞姑是不是好男人 飞姑是好男人 我喜欢 哦 我很爱他 啊 很爱呀 我早就猜到 呃 飞姑跟阿伯两个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呀 来 飞姑 你们 要把那个进程加快呀 我觉得阿伯现在对你也是死心他地了 啊 也想一心一意嫁给你了 毕竟他年龄也25岁了嘛 也摆在这里了 人家家里也急呀 哎 你要拿出点诚意呀 这个车我觉得是诚意很大 然后他 哎 开回去他妈肯定也高兴了 啊 什么时候 让阿伯开着了 你送他的车 回梁家 你们两个一起 高高兴兴 去见见妈妈 啊 把婚事谈一下 要不要订婚 怎么订 这些都可以谈一下了 对 我跟他妈那个礼物啊 还没到呢 哦 你还给他妈准备了个神秘大礼物啊 对 你看飞姑还是有用心啊 啊 飞姑就适合阿伯这种 以前那个安利亚 现在看起来说一点不适合你啊 不行 阿伯 那个安利亚需要哄 对 你看阿麦他是什么都为你着想的 对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 我送送的饭 还是三十点 我没吃呢 哦 还给你 每天给你送饭呢 对 我刚刚想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啊 祝飞姑阿麦 早日结婚了